這是一甲國中一中第二對作品 第一關這是連桿加鞋面 然後撞擊這顆塑膠進去 第二關就是我們太陽能它能啟動 讓這一個啟動 第三關我們用的是一個馬達 電穴馬達然後加尺條 然後這裡會推動了這一顆鐵球 鐵珠球到這邊吸 所以叫加磁力 然後啟動之後 這一個就是風能 第四關風能吹了這一台風力車 然後風力車撞擊第五關 就是我們的骨牌 疊疊的上面加了鈴鐺有升學 然後這裡是打開這一個叫槓桿 然後這一個球下來之後就變成磁力砲 這是我們的第六關磁力砲 然後綠能 接下來又是雙槓桿打到的這一顆球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第七關 第七關是創意關卡 那創意關卡我們這個關鍵就是這個塑膠打這個高爾夫打這個水果 那我們這個叫做除魚再利用 我們平常都讓一些食物除魚 可以來進行堆肥回收 然後產生澡氣 然後它可以來溢肥 來多種植物 所以我們這邊最後下來之後 這裡會有一個 綠色植物 就是要多種植物 固碳 減能減碳 然後這裡有顆氣球 我們第八關 就是用彈力跟極輪 會把這個氣球刺破之後 它所謂澆下來就是環曬 就是告訴我們要多多的去多種綠色植物 所以我們就是除魚回收 做堆肥 溢肥 然後澡氣去燃燒發電 然後多種植物 這樣子完成這個任務 第一關 故事我想好了 第二關 太陽人 啟動 好來 好完成